记者方志贤高雄报道,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团对研发穿戴式科技羽球教学辅助系统,透过穿戴式手环收集羽球裹手挥拍击球的力道状况,在与学生相互比对,提供及时回馈校证,这套系统运用在学校羽球课上,经八周测试,发现学生的羽球技巧明显提升。 中山资管系讲座教授陈年兴表示,穿戴式科技羽球教学辅助系统具有真实情境和及时回馈两大优势,并结合羽球专家模型及影像录影二大主要功能。 研究团队先透过穿戴式手环收集四名亚运羽球国手挥拍击球时,前臂肌肉使用的力道状况,建制羽球专家模型,在以同样方式记录学生练习时肌肉使用的力道状况。 此外,影像录影功能则录制学生打羽球当下挥拍的动作,也呈现国手的羽球挥拍动作,提供学生打完球后立即参考。 陈年兴说,此系统运用在教学上,可立即相互比对,学生只要看到系统显示的数据落差,就能知道自己哪方面的力道需要改进加强,现学现改,经过八周测试,可提升学生学习羽球的效果。 前羽球国手,中山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国欽指出,学习羽球的两个重点是挥拍动作与手腕里道的使用。 传统羽球教学上,体育老师只能以主观的方式提供学习者挥拍动作教学回馈,研发穿戴式科技羽球教学辅助系统的目的, 就是希望有效地协助羽球体育老师,以更客观的方式指导学生学习羽球,提供教师与学生及时教育学的回馈,进而提升学生羽球技能的学习成效。